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他兴致勃勃的模样 不像个被关了十天半月的人质 倒向是来觅视一日游的闲人 惊吓 没工夫跟他瞎扯 他将火折子塞到小白脸手中 麻利地卷起袖子 对着石门就是一阵猛推 一声石料摩擦的巨响过后 门打开了 清凉地风合着光源 透过缝隙涌进来 让人精神一震 姑娘好力气 小白脸凑过来 朝她竖起个大拇指 一时被人夸赞力气大 惊吓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她虽是六扇门唯一的女捕快 可好歹还是个女的 平时抓贼办案 大部分靠的是智取 若论起力气 怎么也不到能轻松推动一扇石门的地步 惊吓皱眉头 摊开手掌 一时陷入了沉思 是推开石门本就是个机缘巧合 还是她内力突增了呢 本着一时的心血来潮 惊吓响也未想 对着身侧 抬手便是一掌 撕 小白脸看着她一掌拍向墙面 又笑容逐渐消失的模样 颇有些摸不着头脑 惊吓尬地甩甩手 轻渴两声 你且快些过去 将姑娘们给带过来 事不宜迟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鬼地方 小白脸领命 双手一依 转身而去 不到一炷香的功夫 人便齐活 趁着小白脸喊人的空挡 惊吓也没闲着 提前将这路走上了一遭 确保安全后 她才放心自己断后 这条路通向一处湖泊 你们出去之后 记得先找个隐蔽的树丛夺起来 待人齐之后 我们一起走 她想了想 还是有些不放心地叮嘱道 若是有什么变故 你们沿着河流快走便是 进水之处必有人家 我会在后面保护好你们的 姑娘们纷纷点头 出口处的小路低矮狭窄 每次只容得一人通过 但幸好 对于姑娘们的小身板来说 还是绰绰有余 将妄想断后的小白脸强散入石门后 惊吓这才紧跟齐上 穿过错综复杂的窄道 视野突然豁然开朗 惊吓攻着身子 从杂草丛生的洞口走出 温柔地拂从脸上拂过 虽有许些良意 是久违的倾心沁人 出来了 终于出来了 我们得救了 姑娘们欣喜若狂的声音从身侧传来 惊吓微微闭了一下眼 缓缓出了口气 她全神贯注地想接下来的事情 沿着河流将姑娘送出这片竹林 若是运气好 还能遇到层浮 等它们亦安全 她便立马返回来帮路易 惊吓思路十分清晰 喘息片刻之后 她让姑娘们两人一行地再在杂草中前行 被关押多时 她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伤 再加上每日吃食礼还被人做了手脚 此时行动起来 颇有些体力不知 但好歹是死里逃生 只想着快点回家的姑娘们 愣是没喊一声泪 不知是不是今日 她开光走大运 踩走了小半路程 便远远瞧见了一众人马 惊吓眯眼一看 正是匆匆而来的沉浮 沉浮 惊吓颇为激动地跑到她跟前 吓得沉浮下意识后退一步 惊吓整个人像从灰里面拎出来般 活脱脱像个小花猫 她费了好半赏才辨认出来 惊吓 她看着惊吓身后一众与她同样灰头土脸的姑娘们 眉头皱了皱 这 你们怎么样了 这些姑娘又是 啊 还有大人呢 面对沉浮的夺命三连问 惊吓一时不知道先回答哪个 只得长话短说 这些姑娘是受害者 你先将他们安顿好 我先去帮大人的忙 你随后带些人快点过来 我怕招架不住 她没弄清怎么回事 惊吓一溜烟跑得没影了 她心里着急 脚下便也如生了风般跑得飞快 只是 才跑了一小段路 她猛然停住脚步 转身与来不及刹车的小白脸撞了个正着 惊吓揉着额头 美好气地瞪她一眼 你跟来干什么 自然是保护你 小白脸颇有意气地拍拍胸脯 你方才不是说你还有个朋友在上头吗 如今赶回去也是为了帮她吧 你一个小姑娘 我怎么放心 惊吓脚下不停 没时间跟她胡扯 抬手打断 你手无腹肌之力 去了也是白搭 你赶快跟着他们出去 我可不想带这个脱油瓶 她这话说重了些 就是想让她知难而退 可小白脸铁了心要跟着惊吓 压根就没把这话放在心上 该跟的还是跟 该说的废话还是说 惊吓足下发力 也都没能甩掉这个爱事的狗皮膏药 惊吓看着她右耳朵进左耳朵出的模样 简直匪夷所思 你这人怎么 命重要还是意气重要 小白脸还不犹豫 你最重要 惊吓气急反笑 正要与她扯上一扯 眼前的小白脸突然脸色一变 有人 还没等惊吓反应过来 便见方才还信誓旦旦 说要保护自己的小白脸 嗖的一声 直接躲到了自己身后 一阵风起 周围的草叶摇晃 惊吓耳根轻轻一动 立刻捕捉到一片细微的一摩摩擦声 还真是有人 她握紧手中的手冲 下意识拽着小白脸低伏而下 本想着来个敌名我案 可身子还未完全潜入草丛 她猛一转头 便正正地与那黑衣面具的男子 打了个照面 惊吓 面具男 得 还什么敌名我案 现在敌名我名 关键是人家的武功还比自己好 四目相对 彼此都有些愣住 大眼瞪小眼了片刻之后 惊吓决定趁着她没反应过来之前 先下手围墙 她手腕微抖 指尖勾住手冲的扳机 伴随着一声巨响 弹丸顿时如土信之舌自管中射出 邪灵力进风 朝面具男飞去 手冲威力之大 非常人不能阻挡 今下平日里虽武艺不惊 但对手冲多有研究 如今又是先发之人 理应只哪打啊 可那人不知行了个什么 诡异的步子 身形虚虚一晃 而就在下一秒 竟如行云流水一般消失在了原地 弹丸打了个空 在草地上留下个弯豆大的黑洞 上还未等她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股蛮力忽而顺着铜皮铁管传来 震得她虎口惧痛 就在短短一瞬 手冲在空中划过一个漂亮的弧度 看看落在了远处的草地上 不好 今下心中一惊 正遇上前 可面具男哪会给她这个机会 急奔急不 手掌凌风 直逼今下面门 赤手空拳 今下怎会是她的对手 眼见静风凛冽 她只好侧手避开 谁知这面具男静式如蛇般灵活一转 五指骤然坐着 一把扣住今下的肩膀 她突然暗暗发力 逼得今下微微变了脸色 进到 从肩膀处传至四肢百亥 鲜血 缓缓自嘴角滑落 她的头脑嗡嗡作响 耳畔旁 还隐隐传来小白脸的惊呼 娘 头 大阳 还有陆毅 她的脑中不断闪过几个人的面孔 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 断不能在这里给折了 今下咬牙努力定了定神 坐视缓缓蹲下 摸向靴子里的匕首 幸而她为了防身 还不嫌麻烦地在此处放了把匕首 若此次能活着回去 她定要全身上上下下用暗器防具好好装点一番才是 没注意她的小动作 面具男药舞羊威般的一脚将小白脸踹倒在地 冷哼一声道 敬坏我好事 你的情郎与我大哥打得正是难舍难分 我将你抓过去 能叫她 情郎 今下随后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陆毅 能打得难舍难分 那应暂时无性命之忧 她悬着的心力马放下来一半 懒得再听她废话 今下骤然起身 将一悬雪白的匕首亮出 对着她就是连砍三刀 距离之近 又未曾防备 面具男猝不及防 当下便吃了憋 胸口的血飞溅而起 落在今下白皙的脸上 倒给她眉清目秀的脸 增添了一份别样的英气 面具男闷哼一声 直直地倒了下去 今下吃力地起身 擦了擦嘴角边的鞋 小白脸喜笑颜开地跑过来 竟还有心思起哄 袁姑娘 好刀法 此处太危险 你还是 小心 猛然间 以为不死也处于半残的面具男睁开双目 双唇微起 从口中急射出一道荧光 身上带伤 今下一时根本躲闪不及 说时迟那时快 方才还在她身后 未手未脚的小白脸 顷刻间便窜到了她面前 以自己的后背为挡 一把抱住了她 今下心口重重地一坠 随即睁大了眼睛 小 不对 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伴随着一声闷响 银真没入小白脸的后背 她这次倒是难忍了一回 愣是将惨叫吞回肚中 说 说了 会 保护你 就 一定 不知那银真上是不是有毒 小白脸话都未说完 便软软地倒在她的怀里 惊吓一时之间 心里忽然涌上说不出的滋味 身为捕快 她从来都是风里来雨里去 别说六扇门的那些兄弟 就连她自己都未曾将自己当作女子看过 难补快能做的事情 她争着做 不能做的事情 她也抢着上 往日办案救人 都是别人需要她的保护 如今有人说要保护她 道教她有些无所适从了 今夏正欲探探 她的脉搏 眼角忽而瞟到个黑影 她定睛一看 她大爷的 这货居然还能站起来 今夏皱着眉头将她望了望 瞳孔猛然紧缩 腰上密密麻麻 竟缠着一整圈的炸药 她是想同归于尽 你们去死吧 谁都别想破坏我哥哥的计划 上前阻止已是来不及 反而将她逼入绝境 火折子扑的一声被点燃 与引线来了的亲密接触 眼看着就要蔓延燃尽 今夏心中疙瘩一声 感叹着我命休矣 到了此时此刻 她却一场冷静下来 想着不能欠人情 便下意识护住小白脸 希望能帮她挡上一挡 她不慌不忙 又将此生的未尽之至 银子 鸡腿 各种各样的回忆 统统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希望等会爆炸 能给她留个全尸 她这算不算是因公殉职 大阳可千万要给她申请抚恤金纳 她闭上眼睛 等待爆炸的到来 可比爆炸声提前响起的 是一声惨叫 今夏诧异地睁开眼 却微微愣住 黑衣人倒在地上 全然没了呼吸 而她的不远处 站着个熟悉的人影 落叶纷飞中 露意着一身血迹斑驳的暗青色黑衣 她和一片乌糟糟的赤色 一起浸在树影中 如从天而降的金甲神人 孤傲而凌然 那一瞬 惊吓得眼眶突然红了 大人 她的声音有些哽咽 却不妨碍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 大人 你总算来了 若不是你 我刚才 露意的眉头醋了醋 打断她 她是谁 嗯 不妨碍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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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妨碍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